咳嗽啦 不好意思 有点小感冒 那在我们现场当中 我们邀请到的我们的好朋友 来跟我们的赛博和大家来开港 我们很欢迎来到我们的刘德林议员 在我们节目跟大家聊聊 议员好 杨姐好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其实今天很开心 我们的刘德林议员 可以来到节目跟大家聊聊 因为说实在的 我们要建设大高雄 就是凤山 凤山现在是全高雄市人口最多的一个区域 对不对 守善之区了 那当然有很多的建设 是必须要提出来 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尤其其实在 大家还有印象吗 其实以前的凤山西 草公郡等等 其实在议员 你小时候听说很干净 可以游泳是不是 对可以 可以游泳 当然后来就变得比较不OK 但是又整治了 其实在从以前的凤山西 草公郡 它的一个河水 包含又后来的绿美化的部分 它整个变化 其实议员您都有参与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对我们在想说 在50年代那个时候 40年代 50年代 都以农业为主 在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家里面 我们那个年代的小朋友 年轻人都面对着 家里面的一些经济都比较困苦 所以说小的时候的游戏的范围 就有一定的 包含我们旁边有个溪流 风山西就是我们主要玩水 玩耍的地方 玩水跟游泳的地方 那还有我们上面还有山寨顶沟 也是一个灌溉 然后游戏的游泳的地方 到了民国60年 曾经胡勇时才正式的起造完成 可是在那个时候 小朋友年轻的学生 还是喜欢到风山西 可是在这个风山西 这一路演变过来 它当初的一个灌溉的 一个这个 现在也兼顾了排水 那现在看到 我们整个的一个工业的发展 一个变化 我们看到风山西在这个 二三十年的污染的一个状况之下 可是在当 我在当民意代表的时候 刚是钢县议员的时候 跟市民代表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认知 我是从小在这里成长 这风山西 风山西的整治 这个部分决定不能停顿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 在钢县的议员的时候 一直在争取 然后希望从各 我们经过了我们余城月印县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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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 还是继续把水质的进化 跟这些节流的部分给它做好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家庭污水的一个接管 这样子来呈现了风山溪的 那现在唯独遗憾的部分 整治了差不多成效在80分到90分的一个状况之下 水质也改善了 可是问题 偷牌事件成出不穷 所以有时候会发现整条和 有蓝蓝绿绿的黑黑的 尤其到礼拜六礼拜天 对不对 尤其在礼拜五晚上也接近了 对不对 那这些有些可能行政单位下班了 或者其他的人员上面没有那么够 撇拔了就 偷牌了 对啊 你看上游有一个烂波大牌 也有一个风山郡 那这边山寨艇沟 三个汇整汇流之后到了凤山溪 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是督促这个环保局 你还是责无旁贷 你还必须要去加强的取缔 然后还给凤山溪真正的一个更清澈的一个溪流 因为毕竟它是代表凤山的一个母亲和的一个主体的一个象征的精神 上次其实杨姐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 其实说实在 我们建户人员 看保局的既在的人员 稷查人员 说实在很辛苦 真的是很辛苦 而且人员也不多 那有时候可能空污的问题 上次杨姐讲空污嘛 对不对 客人家棒棒的 哇大家闻到味道了 马上通知环保局 到县党去 哇测了又测不到 那偷牌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透过吸水的部分 检查 可以查得到是谁偷牌的吗 我记得应该现在的仪器也蛮敏感的 所以说 所以说我一直一直在给环保局很大的压力 我在想环保局的稷查人员的相关的一个专业素养一定是够的 我们来长期来讲 我们这上游有多少家 有多少家工厂 这家工厂生产什么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污染源 所以说它这个部分 它应该是建制的一个很完善 所以说在建制完善的状况之下 你哪些的一个 你本身要申报的环保局的 的一个部分 你申报 那量足不足 是 你生产的顿数 再乘以你的量 在这上面来讲 你有一个 基本上的一个换算方式 那另外在这个量上面跟这个最终去处的地方 你或者污水处理厂的建制 这些都是可以让你去依据的一个 现在用电子化的一个数据上面去呈现 那另外 那你这些厂商所产生化验出来的 其实他讲我是认为 这个环保局应该要有很先进的设备 设备 设备 让整个大家 摊在这个阳光下 这部分我们是希望 环保局还在加强 它的专业人不能代乎 所以说你专业人员 我是常常想 你偷牌出来什么东西 你专业人员大概就知道哪个方向 要化验的出来 哪一个方向哪几家厂商可能会有这种情形 那个距离 那个整个就缩小了嘛 你范围缩小了之后 你要达到你取缔的功效 就会来得高 然后有更大的警惕的作用啊 OK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OK你偷牌了之后 我马上就可以抓得到你 那这样子大家就比较不敢偷牌 对对对 是 我觉得这也是 说实在我们 传播人员 我们传播局 好 这些 我们的机查人员真的辛苦了 不过 这个 偷牌的事情是关污到全民 水源的问题是关污到全民 这不得不提防 不得不谨慎 所以也是希望我们的 政府单位在这个部分 当然 我相信政府单位也希望说 大家都不要偷牌 不过就是会有人偷牌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 现在我们 OK 我们这个 曹公俊 跟凤山西的整治啊 我们有一个污水处理厂 那这个污水处理厂里面 他现在每一天差不多9万吨 9万吨的水进这个污水处理厂 那现在污水处理厂又有一个再进化 要应付这些重工业的 大公司的这个 用水 他那个进化 那另外一部分 当初 我们 这个想想尽办法 就是说要达到回流 让我们的处理过的污水 再回流 就会打到了 我们所谓的大东公园 然后 再经过大公公园 绕行 曹公郡 是 然后再绕行 回来凤山西 这样子做一个主体的循环 这样子的水质 会 会整体的 还会再提升改善 是 是 现在已经在这个样做了 OK好 希望 水质改善的事情 当然 大家希望说更加清晰 我们的 溪水 河水更加干净 那当然 我们民众也许 第一个 会很有感触的就是 在我们的 比如说 西的附近 会有很漂亮的绿美化 比如说 可以去骑骑脚踏车啊 走路散散步啊 我相信这也是大家所殷勤 很期盼的事情 是不是这部分 議員 你其实也一直在在 自尊当中 针对于绿美化的部分 你也很重视 跟大家谈一下 在这上面来讲 高雄市市政府啊 这个不可会言的 市政府对于这个绿美化 我在想 在这个 这几年在高雄的 事实展现一点成效 是 那包含 城区市长 对于公园绿地 他是相当的一个重视 那我们来看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整治丰山西 这10公里的一个 直接接我们的 所谓的前证河 是 那在这个曹公郡 他原本是凤山城 非常有名的 曹公郡 当初 曹公 引水 从凤山西 这样子 引水 然后做灌溉 那曹公郡 是功不可没的 是 一个历史的严格 那 在 杨秋新县长的时候 就把曹公郡做一个 也是当时我总咨询的时候 我说曹公郡 凤山西 他是连结的 曹公郡是我们凤山城的 一个 他也可以讲 它是一个护城河 是 也是 灌溉河 灌溉的一个河 那在这上面来讲 我们怎么样经过 这个200多年 我们把它整治 整治起来 那在整治的绿化 那当然这绿化 也很重要 那个 杨柳 这个 随西啊 这样子的一个 很漂亮 那我们刚好是 曹公郡就接到哪里了 接到了我们大东公园 这一路 然后走中华 中华市场 然后再一路到 这个利德街 是 然后现在 我们的体育场前面 也开通了 那这边再往这边 走到 那个 我们五甲 是 五甲路 延伸过去 又回到凤山西 OK 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绿化的一个 一个接锅 也是做的 当然还有一些 擦墙人意的 我们必须 要 要补墙 是 那大概 尤其在这两段 包含 体育场前面 包含 凤山 那个大东公园 应该做的 还不做 好 OK 那 其实在凤山 我们听众朋友 应该对 红山的构建 凤山的古迹 是非常非常的 觉得很喜欢 像杨姐 我曾经去 参加过一次的 凤山古城的导览 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虽然这些地方我们都去过了 可是 我们没有亲自去了解 没有亲自去感受 真的不了解当地的故事 那当然 还有包含的是 眷村文化的部分 这凤山的这个 我们讲 黄埔新村 这地方有一个很棒的一个 眷村群 即使如果好好发展 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文创基地 说不定也是一个未来的商机嘛 对不对 这个 呃 县市合并 嗯 之前我们那个 在当下的时候 有一个 我们的捷运开通 那捷运开通的时候 嗯 我们就一直想 这个捷运开通 一喜一憂 喜的是我们有捷运了 是啊 忧的是这些人做到捷运就到高 原高雄市去 OK 对不对 所以说对我们高 凤山到底有什么 竞争的一个 一个活力 所以说我们去跟高雄市去比百货公司嘛 啊 去跟高雄市比其他的 嗯 一个先进的设施嘛 应该不是这样 都没有办法 嗯 所以说我们在当时在高雄县 呃 高雄县议会 是 我们就把它定掉 嗯 我们尤其我们凤山 我们要以什么样的 一个面对的竞争的环境之下 最重要的 嗯 是文化 所以说你用 你用文化跟小吃的 嗯 一个结构 来创造 我们凤山城的一个伟大 是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一直在思维的 所以说 呃 这一路从沿线从大 从802这样子接过过来 是 那我们议会后面 也有一个重化区 嗯 那重化区再接过来 我们有一个小吃的中华夜市 是 中华夜市旁边就是曹公郡 是 那曹公郡的一个圆环 那再走过去就是打铁街 嗯 我们这边还有个凤鱼书院 哦 哦 当初清代的一个凤鱼书院 是 那凤鱼书院再过去大东文化园区 嗯 文化园区在在接锅的时候 就是大东公园 是 那在接锅就是我们所谓的 眷村 黄埔新村 是 黄埔新村在那个时候 哦 我们 呃 当初千台来的时候 嗯 那我们有一个名人 叫孙立文 孙将军 在那个时候 哦 早期在这边 会看 会看在 为什么黄埔军校 千校是在黄埔 嗯 所以说在那边落脚 嗯 落脚的状况之下 嗯 就是 从这个 整个军队 他的一些子弟兵 是 然后 来建制了 我们的黄埔 哦 管校是 哦 那在在当时的那个眷区里面 他们所居住的环境里面 嗯 包含建制了一个 城镇国小 是 那城镇国小 当初很多人都很关心什么大象 林旺 林旺大象 对 那时候里面还有之前还有养马 对 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骑兵团 是 骑兵团的有一些马匹 都养在城镇国小 的这里面 那包含了大象林旺也在这里 是 所以说 这个文化来带动 那眷村文化 他也是 那现在我们就是说 眷村改建 我也在议会 跟我们陈市长 大家在当时的讨论 我说这个有他的历史文化的一个脚步 我们是不是把它保留 那我们陈市长也首肯 给他保留 那现在保留 呃我们也 中央也拨了一亿两千万 嗯 我们刚刚是市政府 来配合三千万 一五千万 是 现在在做一个 在整修 可是在整修的状况之下 我们要怎么样让他更活化 对 那就用以住代户 以住代户 户 保护的户 保护的户 我住在这里来维护这里 因为有人住就有活力 对 你就会去整理 就会去维护打扫 对 对 那以住代户的一个政策 实施下去之后 那我们现在又面对了新的困难 嗯 新的困难这个土地 还是国防部的 嗯 还有的部分 有一部分是国有残局的 那怎么样 刚刚是市政府来取得 真正的让他 产生他的一个 呃动能 嗯 的活化 你包含屏东 屏东的这个老旧眷村 他的 我 我也去参加 参观过 是 他们晚上 那也有 呃 把眷村 以往的 一个那种的 文化的情景 展现出来 OK 那展现出来之后 他有 有 有卖咖啡的啊 有眷村小美食啊 是 各项的 还有一些文创 产品 都在那边展现出来 嗯 他可以自由的 一个 呃提升 跟自由的一个 是 是 那这边 现在都不行 嗯 呃 你把他 希望文创产业进来 希望 我们的文化 的投入 嗯 这些工作者 你有没有让他们 有有 有 意愿回来 还有他们 做出来的产品 跟提升出来的 各项事物 要有吸引大家 能够过来 是 所以说在这上面 很多法令的一个 一个这个 框架 规定 所以说弄得很 到现在 还没有办法松绑 是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要 加紧脚步 土地先把它解决 嗯 到底归中央 还是归地方 地方 是不是拨给我们地方 我们地方怎么样取得 怎么样活化 嗯 这才最最快的脚步 说实在 还有一个所谓 当时的无线 南太平洋 无线通信台的 明德班 对 这个部分 也有将近八公顷 也一直 面对这个问题 是 所以说我们希望 政府赶快 中央政府 跟地方政府赶快 做一个连结 嗯 赶快把这个事情 确认出来 才能够真正提升 活化 嗯 甚至于深耕我们的 所谓的文化的素质 是 跟历史的言格 其实我觉得像 刚刚 呃 议员你谈到的 屏东的那个 眷村的改建 这个是一个 蛮成功的例子 对 而且 你去 你会觉得说 既有一些 复古的元素 又有一些 现代的元素 那让年轻人 也很喜欢 去那边逛 哦 那人潮满满 人潮就满满的哦 那假日 哇真的是水泄不通 所以 这个也是我们 要去 所以说那时候 我们去参观之后 就探讨就 唯独的就是 土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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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赶快做解决 到底是归属于谁 嗯 那就比较容易 哦 再进一步的去 处理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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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升华 是 哇很期待哦 尤其 那一片的 这个 眷村 那么的大 哦 如果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文创基地 那该多好哦 好 时间关系 先让电台进个广告 等一下呢 我们再跟刘德林议员 一起开讲哦 等会马上回来 快乐 快乐 最好康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说到暖天的时候 天气这么暖 这样东西就是大家 喝米乳 喝饮料 最好的好朋友 就是我们的冰霸杯 对 为什么叫冰霸杯 先说一下 大力 九霸细细 你拿这个杯子店头给买 叫他给我们弄下去就好 换补 还有一种方式是说 你如果说在办公室 你就用我们的杯子底下来 对吧 你就直接和杯子底下来 是 过去你在办公室什么经验 你如果放在桌上 现在差不多五分钟十分钟 开始流汗 脱卫先走开始擦 大家都这样嘛 那你今天如果用我们的冰霸杯 对不对 你把它弄下去对吧 你把它放在杯子里面 我跟你说 我给你对高雄开到台北 又开回去 又开过来 对 开三叉 保证味同样 真空杯子 重点它就是不会倒热 我们宝冰多久 你知道吗 24小时 保温多久 12小时 哇好久哦 那我要跟各位讲就是说 尤其你到夏天 我们会淋米露 卫生冰块 对对对 吃一碗 倒一碗 硬起 硬起嘛 一直倒水嘛 用一般的碗 或是拿在桌上 在那里流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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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把那些卫生冰块 倒在我们的杯子 保重不硬 怎么判断有没有真空 我给大家加一个方法 很简单的 都不要听人说 你收到火了 你把水沸沸沸 嗯 啊手给摸杯子外面 嗯 你摸在里面哦 摸外面 那会烧 啊就是没真空 是 所以你若不烧 就代表他没有办法导热出来 他就真空 所以保温12个小时 保冰24个小时 你今天买到的东西 是妙主妇啊 对啊 震宏仪代言啊 是 又好又便宜啊 你不是土饼大买啊 为什么你要买这个杯子 我们有开车 尤其我们的朋友很多 对对对 你想看看 你买一杯飲料六十七十 放在你的车上开始滴 你的地坛就开始滴 啊今天拿起来热热热热热 你跟几天散也担高高 是 早上都干时间 快喝喝啊 不然等下就没味了好不好 对 现在要慢慢喝 慢慢享受 我跟你说 这个商品是全世界 尤其冬南妈 因为热 有搞笑 排订单排到真的是要哭了 对啊对啊 我们也等好久 现在会都用唱的 我们今天是给你做四支 杯子四个 我妙主妇破镜三零四 是 我们拼摆大 我跟妳讲容量大对不对 对 盖子也有 再来是说提把 你手像那个马克杯的好不好 那个手把 活动的 还有手把可以拿 活动的 你也可以打你也可以外打 总共十二件事 要买多少 很恐怖的价格 九百九十九块钱 开放适用 你如果说 保兵效果不好 要怎么拿钱 第一次在我们的快乐联播网 加上郑鸿怡大哥的代言 我说来 零八零零 零五八 五八九 零八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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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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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的節目當中是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的高雄市議員劉德林議員 在我們現場跟大家來開講一下 我們高雄的未來 我們讓高雄路線 我們要守護我們的鳳山 要讓高雄有翻轉的機會 那當然我們剛剛談到的部分 鳳山的議題 我們談到有鳳山的 鳳山西 曹公郡的整治 跟綠美化 還有我們的鳳山的文化怎麼推 眷村怎麼讓它活化 其實這個也是大家很關切的地方議題 那我們來談談其實整個大高雄的議題 其實在劉德林議員 剛剛楊姐有做一下資料 您在5月9號質詢的時候 其實你也談到很多的問題 包含從去年的7月20號 台中市人口正式超越高雄 其實這個是一個警訊 那為什麼我們高雄的人口 會不會台中超越呢 在新水面的問題 我們探家 我們年輕人 願意生母 我們的孩子 越來越少 該怎麼辦才好 所以其實 在我們高雄市的這個 生育津貼的部分 您也談到了 您也質詢到了這個議題 針對於這個生育津貼的部分 您也提出一些建言 是不是議員跟大家談一下 好 謝謝我們楊姐 那這個議題來講 我們在102年 先是合併的時候 101年我就提出來這個警訊 我們看的數據上面講 我們這個年輕的這個生育 生育的這個意願不那麼高 我在那個時候就講 就提案 在那個時候是張乃謙 張的名正那個 社會局局長是張局長 那那個時候我們就設計了 六千六千 第一胎六千 第二胎六千 第三胎四萬六 補助 的一個補助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當時我們的考量就是說 我們衝刺第三胎 後來到了去年 到我們7月20號 我們看看這個數 這個我們已經被正式的 被台中市超越了 所以說我們回頭過來再檢討 這個我們當初補助的這個政策裡面 把所有的數據都加以來一個計算 所以說你真正的領到四萬六的人不多 所以說你第一胎第二胎 你都沒有人生了 你怎麼會去生第三胎 所以說在這個部分 我們就要改善 那改善了之後到了今年 我們去年就是說針對了 這個政策要改善 改善之後今年 剛剛是在1月1號 推出了所謂的幸福一二三 等於說第一胎一萬 第二胎兩萬 第三胎三萬 對不對 還有一個貼心二四六 就是在一個我們來講 就是我們月子中心或者其他人 到府來服務 月子媽媽 它等於說二四六等值的價錢 就是以八十個小時 一百六十個小時 兩百四十個小時 為一個依據 那這依據就是 八十個小時 就是市政府要負擔兩萬 是一百六十個小時是四萬 四萬 然後這個兩百四是六萬 所以說一個貼心二四六 那我這一次在總質詢的時候 我就提出非常大的一個質疑 OK 那你為何不直接就是二四六 當然你的說明就是說 你也要針對月子中心的一個 他們的一個培訓的人員 或者怎麼樣 我在想政府在做這種 利益良善的事情 就是二四六 第一胎就是補助兩萬 第二胎補助四萬 第三胎六萬 乾乾脆脆的 而且另外 那你如果我們的孕婦 我們的年輕的朋友 孕婦要抉擇 我要需要月子中心 那政府可以推薦幾家 月子中心 比較就是做月子中心的 優質的 優質的 讓這些產婦或者孕婦的 能夠來選擇來決定 這個部分是他們的決定 那我們現在又從這個一月到 我看到五月 那個數據應該到五月 我們的整體的一個出生 就是 小北比 以一千零五十 一千零八十個 比照一百九十個 那你一千零八十個 都是選擇一二三 就是領現金 補貼現金 只有一百九十個人 是用月子這個 月子中心 中心到福 這部分來講的話 他這落差比太大了 所以說你在這上面 不能 不難讓人家聯想 對不對 瓜天理下 政府不應該要做這個事情 政府可以協助 可是政府不能強制去做這個事情 你的美意就是二四六 你把它 我給他們的建議就是說 那你乾脆就變成 幸福 這個 幸福一二三 貼心 對 幸福貼心 幸福貼心二四六 幸福貼心二四六 不是這個名稱更好嗎 是 台中市的是 所謂的一條龍 對不對 那我們來 對不對 幸福貼心二四六 總是在名稱上面的一個區分 是 這部分 我也希望 呃 許市長其實啊 當時的一個答覆 嗯 就是說 在六月底之前 要做一個調整 其實我覺得這些都不是 不是需要什麼 要有很有的 很有一個承擔 是 因為你現在推出來 莫非你是欺騙 我們高雄市市民呢 嗯 那你從這個數據 數據上面 我們政府本身就要 就要拿出這兩萬四萬六萬嘛 是 你不是沒有 沒有主體的經費嘛 嗯 而是你 只是 你去受限於他這個 是 做法 這樣子是不對的 我希望他們趕快改善 好 因為大家齁 還是說實際 你要現金啦 領現金還是比較實在啦 他還是可以決定啊 還是可以決定 我我我我我 我需要啊 我需要業主中心 或者我需要到服務啊 是 我來我來支出嘛 是 那你給他是 你要選擇嘛 對給他的主權嘛 OK 主導權嘛 OK 那有的人如果說 自己要選擇自己喜歡的 那你就是直接現金嘛 對啊 所以民眾 比較有感的應該是 實際的補助 其實在這裡面 我是覺得問題很大很大 這個部分我希望 政府單位趕快做調整 尤其剛剛市市政府 是 OK 關本島本級的醫生啊 對啊 是不是可以直接調整 現金就直接給 生育的家庭 我在想你這案子一推出來 對不對 那如果說今天 二十六的 選擇二十六的 有一千零八十個呢 你是不是要 還是要照買單啊 對 對不對 那今天呈現出來 一二三 一萬兩萬三萬 是一千零八十 是 那 月子中心這個 道府 才一百九十個 是 落差太大 這個明顯就已經出來了 OK好 那 其實我們談完小孩 我們來談談老人 好了 其實老人家的問題還有很多 包含其實剛剛 楊姐在跟議員在談 還有重症的 沒有辦法家庭自己照顧的 他可能需要抽談 時不時要人翻背 翻身拍背 真的需要專業的人力去照顧的 大部分都會送到安養中心 可是這個部分 我想聽聽議員您的意見 針對老人家 尤其到了 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己的時候 孩子又必須上班 你也沒有辦法 像孩子生的又少 你不可能 你就 你就夠 你的事大 可能 都要送到安養中心 對不對 所以說我現在覺得 身在這個時下的這些年輕人 壓力真的很大 壓力真的很大 而且對於這個 這個政府的這一段 他們真的是 不但是壓力大 你看 面對著一個年輕的世代 我們現在面對著少子化 我們政府也是希望鼓勵 年輕人 多生育 多生育 可是年輕人所面對的 他在當時 他可能兄弟姐妹 現在已經到了第三代了 他的兄弟姐妹可能也不多 可能一兩個已經 兩個孩子恰恰好 兩個孩子恰恰好 對不對 那在這種環境之下 他成長了 成長了他就要面對 第一個面對 尤其這個新的世代 那個小孩子更少 是 那他要面對什麼 面對他要負擔 他自己的家庭 他還要必須承 對不對 父母 老了 那父母 今天來講的話 除兩個老人家 有一個得到了一個重症 你想想看 他在這個 這個 我們這個低薪的一個世代 再加上他要培養他的他的他的家庭 下一代 他的下一代 他要必須要承擔上一代的一個主體壓力 所以說政府有沒有看到這個問題 我一直在去年前年 在前年這個我們要推出來2.0的時候 在2.0出來的時候 我突然看到這個上面沒有補助到2.0沒有在這一塊 中央政府有在這一塊做一個完善的一個補助 而是在整個配套裡面 他只是延緩老化 送餐到府 或者連接ABC 這些 因為只要論述的話 非常長 那我在那個時候 我就找出來 我們剛剛是 對於重症的一個補助 那的人數 在這個 一萬多個重症的部分 我們怎麼樣來連結 那 在這上面編了7億多 我們等待的還有1080個 在1080個 當然 他這裡面有7億多的預算裡面 他有分低收入中低 還有一般 那我不管怎麼樣 那個時候護理之家 只要一進去 大概的一般的行情價都在3萬到3萬5 那在這上面一個年輕人的家庭 他怎麼來承擔 所以說那個時候還有1080個 我一直在議會 強烈的提案跟督促 那在今年的1月 我們去年的預算裡面 12月編到今年的預算裡面 增加了2億多 那增加2億多之後 那這些人的部分 我希望社會局用最快的速度 把它消化掉 那我這一次會期還有460幾個 他說在6月底以前會全盤消化 OK 好 那今天因為時間關 我們今天劉德林議員來到節目當中跟大家談到很多 包含的是我們鳳山的怎麼進步 我們未來我們的文化怎麼去推展 其實這個都是大家關切的議題 老人小孩的議題 其實今天因為時間關鍵沒有辦法再往下面談 還有包含經濟議題 勞工議題太多了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邀請我們的劉德林議員來到節目當中跟大家談談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劉德林議員來到節目當中 謝謝劉德議員 謝謝主持人 謝謝我們金鐘朋友 是 也感謝台中編譽集團 我是楊潔 祝大家有一個美好的一天喔 我們下回見囉 掰掰